接著我們第五位得獎的朋友 他就來自東興自動化投資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林朗希先生 有請林朗希先生到台上 同時我們也要看看 關於Roy的一些介紹片段 我是副董事長 我是負責企業策劃 以及一些新路向的發展 在1977年 東興集團成立 而是一個傳統的自動化貿易商 我從美國在六年前回來之後 幫東興集團一些散亂的管理 以及一些獨立的管理 利用ERP系統 將它一體伐 最近我亦都幫東興集團的技術團隊 去製造一些新的自主產品 而這些自主產品 是可以幫公司帶來更多的收入來源 和利潤的 例如 在2012年 我在美國設立了L2F公司 我們的目的就是利用機械手的科技 和一些自動化的科技 為一些很新穎厚師 去變成實物 而當時我們的客戶 除了有Apple Tesla Tesla SpaceX之外 我們還有一間很特別的客戶 它叫做Zoom Pizza Zoom Pizza 它不僅要我們用機械手 來幫他們 擺一些食物 在Pizza上 而且 它將一些焗爐 擺在貨車上 而根據貨車的GPS 到客戶的家前六分鐘 才用一隻機械手 擺一個Pizza落在那裡 而這個Pizza落在那裡 是剛好脆薄荷 熱辣辣的 這就是真真正正工業4.0的表現 而L2F公司的銷售額 在三年之內增長了17倍 因此 我們亦都被全美國最大的 食品機械供應商Middle B 以差不多1億港元收購了 其實自動化可以是很有意義的 在2014年 昆山有一間工廠 在拋光的時候發生粉塵爆炸 造成97人死亡 我當時聽到真的很深奧 我決定一定要發展到一台 完完全全可以代替拋光工序的拋光機出來 而經過一年半的努力 我和我的團隊終於做到一台 可以模仿人類壓力控制的拋光機 真真正正這樣可以保障到這些工人的生命財產 哇 三年之內 盈業眼增加17倍 相當相當吸引我們去聽聽 你的心得 來 交給你 各位好 首先 多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這個獎給我 多謝默太的提名 還有HKPC和我們的拋光機的合作 還要感謝在在座的前輩鋪電這個自動化行業的基礎 令我可以在這個平台上發展更先進的科技 促進更多不同行業的發展 東興集團在工業自動化世界裡面 打滾了差不多40年 參與了工業2.0到3.0的進化 今天工業4.0已經成為全球的大趨勢了 東興應該怎樣面對呢 香港又應該怎樣面對呢 香港的製造業在過去40年逐漸流失 主要是因為人工差異和土地問題 大量的工廠搬到國內 但是今天自動化科技的發展很迅速 剛剛好為香港工業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轉機 以前工廠依靠大量人手 每個工人都需要佔地 需要工作空間 現在踏入工業4.0時代 人工智能漸趨成熟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合併 就好像剛剛看到的拋光機 可以模仿只有熟練技工才做到的壓力控制 而且效率更高 質量更穩定 以後有了自動化 工廠只需要programmer 不需要人手做危險的工作了 不單止可以保障工人的生命財產 而且解決了香港和周邊地區的人工差異問題 生產線全自動化之後 工廠就可以垂直發展 原材料放在最頂層 一層一層地逐步加工 製成品就放在地面 直接由貨車運走 非常適合香港現有工業大廈的結構 如果人手和土地問題都解決了 只要政府在資金和政策方面配合 很多工廠是會回流的 活化工廈 再工業化 其實不難 假如 成功再工業化 要香港真正提高競爭力 和增加就業機會 關鍵就在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相應的教育配套是必須要有的 現時很多學校採用STEM的教育方法 我認為需要在STEM後面再加多一個P 叫做STEMP P等於什麼呢 等於Programming 而且要由小學開始學 令大家小小就擁有系統化的思維方式 將來才可以利用自動化 駕馭人工智能 剛才看到Pizza機 咖啡機 拋光機 其實都需要大量的Programming來實現 也因為Programming的重要性 我們工種第32分組 香港自動化科技協會 最近舉辦了一系列的Robot Programming培訓班 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尤其是我們年輕的一代 趁早打好Programming的基礎 預先為你們行業做好準備 迎接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時代的來臨 我相信工業化 工業自動化 絕對可以帶領香港工業 走回入世界的舞台裏面 多謝各位 謝謝Roy 多謝你 其實剛才看到你那段片也很有趣 用人工智能的機械人 在那些Pizza加工 然後用GPS送去不同的地方 相當吸引 這也是我們的未來 所以有時候想想一下我們未來 都幾難想像 希望人工智能 不要取代到私宜就行了 謝謝 謝謝 謝謝